我知道今天晚上 大家都知道 今天晚上的主題是什麼對不對 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主題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好安靜 知道嗎 怎麼樣 什麼主題啊 讓我們一起來大聲的說好不好 1 2 3 如何建立美滿婚姻 所以跟妳旁邊的人說 今天晚上我回去呢 我一定要立志 我的婚姻是美滿的 來 跟妳旁邊的人宣告一下 Amen OK 我講到婚姻大家都非常的開心 OK 那我想做一個調查 在我們當中呢 誰已經結婚了 或者是妳預備要結婚了 就是妳不會再往左邊 右邊再看 妳已經知道說 That's her that's him OK 不會再換了 如果今天晚上坐在當中妳已經結婚 或者是妳已經知道 神給妳那個伴侶 妳已經即將要進入婚姻的 好不好 舉一舉手好不好 來 讓我看一看 不要害羞 舉一舉手 妳是幸福的 來 舉手 OK 如果妳看到妳的丈夫沒有舉手 太太沒有舉手 妳就要捏她一下 OK 好 放下手 好 那就代表說那些沒有舉手的 OK 你們是有福的 因為你們還單身 所以跟單身的說 妳是有福的 當然 結婚的 我們也要告訴妳 妳更有福 Amen Hallelujah 那今天晚上呢 不管妳是結了婚 還是妳是單身的 妳要知道在基督裡的婚姻呢 是每一個人都要學習的 不是說今天我結了婚 已經結婚三四十年了 已經老夫老妻了 所以今天晚上的信息 對我來講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妳錯了 在神的裡面 我們都不斷要什麼 更新和改變 因為神是做信事的神 那妳說 這樣我單身 這樣今天晚上講到婚姻 好像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那妳又錯了 雖然妳是單身 但有一天妳要進入到婚姻裡面 Amen 好像小聲 Amen Amen 每一個人我們都要進入到 幸福美滿的婚姻裡面 所以不管今天妳已經結了婚 或者是妳還是單身了 今天晚上的主題 對妳來講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再次跟妳旁邊的人說 妳要洗耳恭聽 好 在希伯來書呢 十三章世節 這裡怎麼說呢 神的話語告訴我們說 人人都應該尊重婚姻 在希伯來書十三章世節這裡說到什麼呢 人人都要看重婚姻 上帝是非常看重我們每一個人的婚姻 所以如果妳今天妳把婚姻放在神的手裡面的時候 我不敢說妳的婚姻從此就沒有問題 就幸福快樂 但是妳要知道 有上帝在妳的婚姻裡面來帶領妳 來引導妳呢 妳知道妳的婚姻是美滿的 因為有神在妳的婚姻裡面 那我又再問妳們一個問題了 既然大家這麼渴望婚姻 那什麼是婚姻啊 什麼是婚姻 來問一下妳旁邊那一個 什麼是婚姻 什麼是婚姻 來我要訪問一下 我要學韋姨姐那招 因為韋姨姐說一定要訪問下面的人 特別是第二堂 好來 哇這位帥哥 Terry對不對 好來 什麼是婚姻啊 好多呼叫聲 來 婚姻是 神創造人員們是一個男嘛 然後創造到一個女子 是兩個人結合一體 是女 一個男 然後 不能這樣講 OK 她的意思是 一男一女結合在一起就是婚姻 是妳的答案嗎 嗯 突然間風這樣講 給我嚇到了 OK 那我覺得說我一定要訪問一個人齁 來 齊俊 婚姻就是好像小元姐跟橫金狗這樣 我給齊俊一個掌聲 OK 好 開玩笑 那以後 齊俊一定要找好像小元姐這樣子的 OK 開玩笑 好 那聖經裡面呢 神是怎麼看婚姻的呢 在聖經裡面非常簡單 有四個一 就是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跟我一起說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在聖經裡面呢 創世紀二章二十四節 讓我們來讀這個經文非常重要 有嗎 OK 來 我們來看 創世紀二章二十四節 讓我們來讀這個經文 來 一二三 沒有 好 來 我們都放開聖經好不好 我們來看這一段的經文 創世紀二章二十四節 因此人妖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所以婚姻是兩個人都離開了自己原生的父母呢 聯合在一起 然後呢成為一體 成為一體做什麼呢 就是要遵照神的旨意和恩典呢 來過一個討神喜悅的婚姻生活 所以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 所以我們夫妻不是一個加一個等於一個 No 因為一加一等於二嘛 那夫妻是什麼 基本上來說 夫妻當你結了婚你就是什麼 你一半再加他的一半就等於一 所以很多時候你發覺夫妻結了婚 會越來越像對方對不對 越來越有夫妻像 然後你可能看到 哇 你怎麼越來越像你的丈夫 你怎麼越來越像你的太太 為什麼 因為就是我們二人成為一體 所以在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節 這裡說到什麼呢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能分開 所以夫妻關係在神裡面是 一生一世的盟約 是一個諾言 是兩個人都能夠得到一個最親近的關係 所以在婚姻裡面 我們需要什麼呢 我們需要經營 我們需要經營 跟我一起說經營 雖然婚姻關係很多人開始結婚的時候 都覺得說 哇 從此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哇 我現在籌備結婚 我要哪裡的婚紗 拍婚紗照 哇 我要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一個結婚典禮 對不對 要結婚的人 對嗎 OK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說 我們要幻想最美好的婚姻 但是你知道真正的婚姻是什麼呢 從我們結了婚開始 那個叫做婚姻生活 所以婚姻是需要經營的 婚姻關係 不是結婚自動就怎麼樣 自動就怎麼樣 會的啦 你結了婚就知道怎麼去經營 不是的 它需要兩個人怎麼樣 用一生的時間 然後不斷的去 進行情感的投入和經營 就是不是只是當方面的 就是說我結婚 我期待我丈夫愛我多一點 我期待我的妻子愛我多一點 No 當你進入到婚姻裡面 你發覺需要付出的 甚至有一方是需要付出更多的 而且呢 在婚姻裡面呢 你需要經營的過程裡面 可能你需要有很多的主動 主動做什麼呢 主動的去交流 主動的去培養感情 主動的改變 然後才能夠得到兩個人生活的 這一個的步驟 所以在婚姻生活裡面 你會發覺 結了婚了你就會明白 你會發覺很多東西是改變了 可能你以前說 我喜歡睡到十點才起來 但是結了婚不同 可能你的先生要求你八點 就要跟他一起去上班 所以你就要早一點起來 所以你會發覺說 在結了婚過後呢 很多的人生的改變和危機呢 慢慢的塑造你的婚姻 甚至讓你的婚姻怎麼樣 經過磨練和塑造呢 漸漸的來長大 所以今天你經營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學習彼此去建立那個 親密的關係 所以美滿的婚姻是需要你 用一生 用你的一生去怎麼樣 去投資 去經營和建立的 它沒有short cut 沒有一門的學問說 哇你結了婚 那你三天過後你就懂得 如何的建立一個美滿 幸福的家庭 NO 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事情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要跟你們分享 非常簡單的三個C 這三個C 就是幫助我們呢 在幸福美滿的婚姻當中呢 很重要的三個因素 那我要再次提醒 這裡的每一個弟兄姊妹 我們今天所分享的每一個 我們都是回到聖經的真理裡面 所以因為我們知道神的話語 帶領我們建立一個鞏固的婚姻生活 那第一個C呢 我們要看見什麼呢 第一個C 建立美滿婚姻的第一個 重要因素呢 是什麼呢 跟我一起說 commitment 就是尾聲 什麼是尾聲呢 就是從此 你不是一個人生活 所以你會不會發覺說 今天如果我跟我的先生結婚了 今天我還是喜歡回娘家 我不要跟我的先生生活在一起 No 這是錯誤的 因為聖經裡面 剛才說的就是 我們要與我們的什麼 另外一半結為一體 就是我們要一起的生活 所以要尾聲的 你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 妻子是神配合給你的 所以你的妻子是什麼 獨一無二的 沒有人能夠取代她 所以做妻子的跟你的丈夫說 我是你的獨一無二 Amen 如果你的太太先生在旁邊的話 或者是你們已經決定結婚了 所以如果你的丈夫呢 也坐在你旁邊的 那丈夫也要跟妻子說什麼 我是你的獨一無二 沒有人能夠取代 我在你心目當中的地位 Amen 有一點肉麻 OK 但是這是真實的 上帝告訴我們說什麼呢 祂配合給我們的 最適合我們的 不要找好男人 OK 我不是說好男人不好 OK 我知道CYC很多好男人 Amen嗎 CYC的男人 Amen嗎 但是你要知道 好男人未必適合你 適合女生 或者好女人未必適合你 你要找的是最合適你的 Amen 所以你要找的是最合適你的 所以今天 可能 你說 今天我喜歡上一個女生 我喜歡上一個男生 哇 他是多麼的英俊瀟灑 哇 他是多麼的有才華 哇 他是多麼的漂亮 他是多麼的 哇 很怎麼樣 哇 總之就是吸引我 你們兩個人就結婚了 但是你要知道 外表他不能夠一生一世 有一天你會老 對不對 有一天你的樣子會走樣 OK 有一天你的身材會變 變形 所以以前我結婚 我常常我看我的結婚照 現在我就不想再看 然後把結婚照封起來 放在一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說 當年的樣子已經不在了 但是感謝神 我先生還是很愛我 Amen OK 然後呢 所以你的婚姻是需要怎麼樣 需要尾聲的 你的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一個盟約 所以沒有人能夠拆毀他 因為上帝在你的婚姻裡面 所以一生一世的盟約 剛才我已經說了 上帝要我們什麼呢 是在神的愛的承諾裡面 而且我們要離開父母 我們要與妻子結合 為什麼要離開父母 因為你已經尾聲在 跟你的另外一半的關係裡面 所以做太太的 不要不爽 我就打個電話回家 哇媽媽我今天 我跟我丈夫吵架 哇就罵罵罵你丈夫 因為你已經跟你的先生尾聲在一個的關係裡面 所以你們兩個要學習如何的去解決彼此的問題 那你的婚姻才能夠盡得起考驗 所以婚姻關係 也是你在人際關係最重要 也是最親密的關係 不要讓任何的事情來破壞它 即使在你最困難 最無助 或者是你們兩個人 當你們面對經濟的狀況的時候 不要因為金錢的問題而離開對方 你要知道 上帝說二人總比一人好 意思就是要兩個人 一起的去面對這個的困難 所以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婚姻裡面 我們要怎麼委身呢 我們要專心的仰賴耶和華 我們要一起的來扶持 一起來為彼此來扶持呢 然後你會發覺你的婚姻是幸福的 有一個很出名的 高爾夫球的一個的高手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知道 他呢叫做Tiger Woods 大家知道認識他嗎 誰認識他的 OK OK 但是我們都知道 雖然他在高爾夫球的事業上 非常的成功 但是我們知道他的婚姻生活怎麼樣 非常的糟糕 甚至離婚對不對 家庭破碎 那他有一次呢 他就在一個的 一個的場合呢 就說了一個這樣的告白 讓我們來看這個的告白 我練給大家聽 他就說什麼呢 他說 人們想知道我怎麼能夠這麼自私 我只能如此對待我的老婆和孩子 我知道自己是錯的 但我卻說服自己說一些 那一些 那些一般的規矩不適用於我 我以為我的成就地位和財富 讓我可以不需要遵守那些維持一般夫妻生活的準則 我以為我每一次犯錯都不會被處罰 我以為我如此認真工作 理當享受生活中的一切引用 但是我錯了 這件事情就是離婚的這件事情 必使我面對我自己 高爾夫的成就就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但品格和高貴的情操才是重點 很難承認我需要幫助 但我真的是需要 一個非常成功在他的事業上 非常成功的一個成功人士 竟然今天他會講出這一番的話 你知道嗎 一個對婚姻不忠誠不委身的呢 他的結果呢 很多時候只會帶來傷害 不單只帶來彼此關係的傷害 也帶來整個事業上的傷害 甚至下一代的傷害 所以為什麼今天 當我們要進入婚姻之前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禱告 好好的尋求神 確定一下 神啊 這是不是我真的 所選擇的那另外一半 如果是 你就要委身在這個的關係裡面 Amen 所以再次跟你旁邊人說 我們要學習 委身在婚姻裡面 Amen 那第二 第二個C是什麼呢 第二個C 我們要怎麼樣呢 建立一個美滿婚姻呢 第二個C就是什麼 Communication 就是溝通 溝通 各位一起說溝通 我們很怕不溝通對不對 因為神創造我們有一把口 對不對 我們就要學習去溝通 但是呢 不是會講話就會溝通 溝通呢很多時候 你會發覺 它有不同的技巧和方法 那你們的婚姻是 終生伴侶的關係 就是whole life的 就是你不可能跟他結婚 然後你每天回去 不跟他講話 OK 甚至你就自己一個人生活 我們的關係需要溝通 而且呢你會發覺 結了婚過後 你不單止看見他的優點 你會看見他的什麼 缺點 對不對 可能以前看見他 覺得很好啊 哇外表很英俊啊 但是可能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時候 發覺哇原來他是不燙衣服的 哇原來他不洗衣服的 哇他的襪子隨便亂丟的 哇做太太的就開始什麼 抱怨了 OK 那你會發覺說 當你結了婚過後 你發覺很多對方的缺點 但是你會發覺 當經過溝通當中 你們的關係 本來是很多的缺點 當變成什麼呢 越來越能夠彼此的補助 然後呢 這個的婚姻關係呢 就成為一個的見證 其中呢 溝通很重要的一個 基本的功呢 就是什麼呢 我們要學習 常常敞開我們的心 我們要坦誠相對 不要覺得 今天我結婚了 我還是常常害怕對方的感受 我還是常常不敢跟他說真話 那你的婚姻就充滿了很多的謊言 所以有美好的溝通呢 你們呢 就懂得如何的去 常常站在別人立場想 甚至你開始學習去聆聽對方 甚至你為什麼呢 你要多講讚美人的話 讚美人的話 很多時候我發覺 人很自私 常常很怕講讚美別人的話 來 超念一下跟你旁邊說一句讚美他的話 如果你覺得對的話 你就對他笑一下 如果你覺得他沒有誠意的話呢 你要他再講過 現在還沒有結婚 就要開始超念了 OK 如果你結了婚 你更要學習 而且不要很膚淺的 啊你很帥啊 這個不是叫做真心真意 聽到別人讚美你 你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開心對不對 很開心 哇原來在你心目中 原來我是這麼好的 哇原來在你心目中 哇原來我有這麼多優點的 開心嗎 非常的開心 記住 不要常常你的溝通 充滿火藥味 什麼是火藥味 就是一講到哇就很生氣 哎呀不要再講啦 我跟你講過多少次 你每一次都這樣講 我不想跟你溝通 這種就很多的火藥味 甚至呢你的溝通裡面呢 不要常常批評對方 你看那看 我都跟你講了 你看你幾項他 我跟你講過很多次 叫你不要學他 你看你看幾項他 批評的 責備的 然後呢常常要輸贏 OK 我都跟你講過這句話了 你看我講對了對不對 你不跟著我的方法做 待誰 OK 就常常要爭輸贏 那你會發覺什麼呢 很多時候我們也會在溝通裡面 開始做什麼呢 冷戰 OK 你知道嗎 當我開始結婚的時候 因為我的個性是有點內向 我常常呢 就是生氣 我不會是那一種破口大罵 罵很輕 我不是那一種人 所以我是那一種很溫柔的 OK 我是那一種很 笑什麼 我是很溫柔的 你根本很緊繃 我很溫柔的 OK 然後呢 每一次 當我們彼此有很多的 口角的時候呢 或者是我不滿意的時候呢 他一定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我開始打冷戰 什麼叫做冷戰 就是呢 不講話 不溝通 臉臭臭 他問我 欸老婆今天你怎麼樣 不懂啊 然後就回去房間 然後不想講話 不想溝通 然後有一次呢 我發覺這種關係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傷害了我們大家的關係 然後呢 我跟他就真的坐下來 坦誠的講 真的坦誠的講 他對我的什麼東西 就 講完 然後我對他什麼不滿 我也講完 但是不是那種 批評論斷 乃是要幫助 彼此建立那個的關係 你知道講完過後 我開始認識 橫進狗 他需要的是什麼 橫進狗開始認識 我需要的是什麼 所以過後 當然過後我們 還是有這樣情況 但是越來越好 我開始學習 怎麼樣的 跟他來溝通 所以 做女生的 特別做女生的 我們不要冷戰 不要不爽 把很多的怨氣不舒服 不想講 然後又臉臭臭 你知道橫進狗跟我講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他說 老婆你不講我怎麼知道啊 所以我就說 你應該知道啊 他說 我不是你肚子那條蟲 我不懂 所以你一定要告訴我 所以 做男生的 很多時候我們 做女生我們很多時候 很期待男生 你應該知道啊 你看到我今天 這麼開心 你應該知道啊 你看到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對不對 男生 對 你看 你看我不是在為男生說話 真的 所以 男生我們要學習體諒 女生 但是女生我們也要學習什麼 學習坦誠的溝通 而且呢 當我們發覺 彼此當中都有傷害的時候呢 要說出來 然後我們要在主裡面 彼此的 求神的饒恕 還有求對方的饒恕 千萬不要放在裡面 造成苦毒 有時候婚姻 其實開始一點的爭吵 沒有什麼 但是 當這個爭吵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不去處理的時候呢 它就好像一個營壘 在你的心裡面 慢慢越柱越高 越柱越高 然後過後變成一個 很深根抵觸的 一個的營壘 到最後 當你要去處理的時候 它已經成為一個 無法彌補的 一個傷害 所以為什麼很多婚姻到最後 可能就是離婚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願意坦誠 大家都願意去處理 而且把彼此的傷害 放在神的裡面 彼此的饒恕 那婚姻你會發覺什麼 關係就會越來越鞏固 Amen 然後呢 在聖經裡面 有一句話語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讓我們來讀這一個的經文 在以弗所書四章二十九節 讓我們來讀這一個經文好不好 以弗所書四章二十九節 來 一二三 烏會的言語 只要誰是說造就人的 Amen 這裡說到烏會的言語 就是一些不討神喜悅 就是那些批評論斷 責備 讓人消極的話 一句都什麼 不可以出口 只要常常說造就 隨時的意思是什麼 每時每刻 隨時隨刻 都要說造就人的好話 叫聽見你的話的人什麼 得益處 這是上帝教導我們的 所以我們要常常學習 說讚美人的話 說造就人的話 那這裡有一個的個案 然後這對夫妻呢 他們就結婚了多年 然後呢 這兩對夫妻都非常的可愛 他們也在神裡面呢 去建造他們的關係 他們也學會什麼呢 這一句的經文 就是烏會的言語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 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然後有一天呢 老公就問老婆了 他說 欸 漢妮 老婆 他說今天要吃什麼啊 今天我們要去哪裡啊 哇 他就問他的老婆 他有一天老婆會答他 我們要去哪一個餐廳吃 你知道老婆怎麼答他嗎 老婆就非常的甜蜜 看著老公的樣子就說 老公 有你的地方哪裡都好 有你的地方 去什麼地方吃都好吃 請問做丈夫的 你聽到會怎麼樣 哇 心裡面怎麼樣 雖然打冷戰對不對 很肉麻 但是很開心對不對 對不對 問你旁邊的男生 是嗎 如果你的未來伴侶 或者你再這樣跟你說 開心嗎 非常開心 OK 那 過後呢 丈夫呢 OK 有一天呢 他就坐在沙發 他就看著 那個 不是說他就 他是在那個他的 他的那個洗臉棚 在他的廁所 他就看著他的頭髮 他就大喊 老婆 老婆就說什麼事啊 他說你看 你看我 我頭髮越來越少了 怎麼辦 你還會愛我嗎 老婆怎麼回答 OK 他的答案 不是說我還會愛你喔 這句話沒有什麼心意 他說什麼呢 然後老婆就告訴老公說 他說老公啊 你以前的頭髮太多了 現在剛剛好 所以做太太的 你應該要知道 怎麼回答你的丈夫 如果你丈夫跟你說 我頭髮太少了 OK 好 那 又有一次 這兩夫妻呢 他就去到一個BBQ的派對 然後呢 這個妻子 其實她的身形有一點肥胖 當然丈夫每次看到妻子 這樣地稱讚她 這樣說照舊她的話 這一次她就覺得 嗯 我也要學習 她就開始 他們就去到燒烤會 好多東西吃 然後呢 但是做太太的 心裡面就開始擔心了 因為太太很肥嘛 她說我吃了很多的卡路里 到時候又要減肥很麻煩 而且肥了不好看 她說我還是不吃了 然後丈夫看見了 你知道丈夫做了什麼事情 她就趕快從位子上站立起來 她就開始地對身邊的女性朋友說 她說在場的任何人 如果你比我太太瘦呢 你都太瘦了 因為其實我的太太的身形是 剛剛好 所以她就跟她太太說 放心 太太妳身形剛剛好 妳放心的吃 Amen 我們給神一個掌聲 Amen 所以做妻子的 做丈夫的 我們都當什麼呢 學習說讚美人的話 但是可能在做的一些的 結了婚或者是 你在一個關係裡面 你說 當然他們兩個關係很好很甜蜜 他們可以說這樣的話 但你知道嗎 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嘴巴很惡毒 常常罵我 常常講我 我看到她我就會生氣 你要我說造就她的話 沒有可能 你知道這裡有一個很真實的個案 有一個姐妹呢 她就常常面對這樣的情況 她去找那個輔導 然後她就說什麼呢 她說 她跟她丈夫常常一起看電視的時候 丈夫就常常對著電視機 一做到那些女人非常惡毒 罵人 或者是有很多 很像她太太平時的行為的時候 她就開始講她太太 攻擊她太太 她說妳看妳看妳看 電視機那個女人 妳看好惡毒 就像妳 所以她每次聽到的時候 她就很生氣 她很想的跟她太 每一次都 跟她丈夫吵架 每次都很想拿包包離家出走 因為她忍受不住她丈夫的 這樣的批評 然後去找輔導 輔導就告訴她說 妳超念以佛所書四章二十九節 就是荒謬的話 誤會的話 一句都不要出口 常常就是說 她說造就人的好話 然後叫聽見的人怎麼樣 得益處 她就開始說真的要這樣嗎 那輔導說妳嘗試一下 妳學習 後來這姐妹她就改變了 她回到去 當然她也禱告求神幫助她 過了不久 又有一次在看電視的時候 她丈夫又來了 看到那個妻子在裡面 罵人什麼 她說老婆… 她說這個人很像妳耶 很像妳那個巴扎的樣子 哇 OK 不是在講我吧 OK 然後她就開始 她心裡面開始很生氣了 這一次這女人就開始怎麼樣 她說好 我就學習 她就回答她丈夫說什麼呢 她說老公啊 她講對啊 妳說的一點都沒有錯 我就是這麼爛 謝謝妳 像我這麼爛的女人 妳都願意娶我 妳都願意供我吃 供我住 妳的大恩大德 我一生都報答不盡啊 妳知道她講的時候她不是那種 我這樣爛女人妳都娶我 謝謝妳囉 她不是這一種態度 她是真的很真心地看著她的丈夫 握著她丈夫的手 跟她丈夫說 我這麼爛的女人 妳都願意娶我 供我吃 供我住 還這樣地接納我 哇 妳的大恩大德 我一生都難忘啊 謝謝妳 老公 妳知道 老公沒有想到 太太這樣地回應她 突然間老公就嚇到整個人 然後就舌頭開始打結 就開始不知道要講什麼 然後老公就跟他說 沒有啦…跟你開玩笑 其實妳沒有這麼糟糕 妳很漂亮啊 所以我才愛妳啊 阿明 所以妳看到嗎 當妳一個這樣的舉動的時候 雖然妳覺得妳是吃虧 但是妳知道嗎 妳卻贏了雙方的關係 很多人會這樣子說 當然說永逸做難 很多時候我們都很期待 對方先做對不對 為什麼總是要我先做 他做錯應該他先改變啊 為什麼要我改變 婚姻裡面常常出現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我說造就人的話 都是他要說 他常常罵我啊 但是妳知道嗎 不是這樣的 妳不是在等待別人來改變 妳要主動地去說造就別人的話 當妳這樣主動地去做的時候 妳發覺妳開始放下自己的驕傲 妳開始怎麼樣謙卑學習改變自己 那我會告訴妳妳是贏家 妳就是贏家 妳不是贏了他 妳是贏了彼此的關係 妳贏了從一個本來消極 負面的關係當中呢 妳贏來了什麼呢 積極和喜樂的關係 我相信每一個在婚姻裡面的夫婦 甚至在戀愛當中的情侶 我們都不希望爭吵帶來什麼 傷害和痛苦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需要 有一方是主動先去做 先去說鼓勵造就別人的話 那妳會發覺妳贏了大家的關係 妳也贏了對方的尊重 妳的丈夫開始尊重妳 妳的孩子以後如果妳的 有下一代的話 妳會發覺妳孩子開始尊重妳 她會看見 哇 媽媽好有智慧喔 哇 爸爸還有智慧喔 妳的孩子會以妳為榜樣 而且當妳常常這樣做的時候呢 妳成了妳的關係的主導者 而不是成為什麼受害者 Amen 跟妳旁邊的人說 我們不要成為受害者 OK 好 那剛才我講的第一是什麼 第一是什麼 寧願 尾聲 OK 第二呢 就是什麼 communication 就是溝通 那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 也是整個婚姻 幸福美滿婚姻最主要的 就是什麼 Christ 基督 耶穌基督 跟我一起說 耶穌基督 主耶穌基督 對妳們建立美滿幸福的婚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妳們需要把自己的生命 兩個人的生命都怎麼樣 交托給主 信靠主 求主在妳們兩個人的生命來 掌王權 居首位 主耶穌才是妳生命真正的 婚姻的主 讓我們來看這一個的圖片 有嗎 讓我們來看這個的圖片 我們看到這個三角形嗎 這個三角形 我們不要容許第三者 我們要容許什麼 上帝在我們的婚姻裡面 當兩個人進入婚姻的時候 一夫一妻的時候 一生一世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上帝成為我們的中心 如果妳的婚姻裡面沒有上帝的話 妳會發覺就會有其他的東西 進入到兩個人的中心點裡面 可能是錢財 可能是外遇 可能是很多的爭吵 在妳的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妳要相信 當兩個人的關係有了上帝 不管妳們面對多大的問題和衝突 上帝都會成為那個橋樑 來幫助經營妳們的婚姻 那四篇一百二十七篇 第一篇這裡講到什麼呢 讓我們一起來念 來 一二三 Amen 這裡說到什麼呢 如果今天我們不讓神來 在我們的婚姻當中 來幫助我們的話 來建造的話 妳會發覺妳就很辛苦 妳就很累 因為什麼 兩個人的力量沒有了神的幫助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妳們的婚姻 妳們的婚姻就怎麼樣 很多時候沒有辦法進行 所以在主裡面的婚姻經營呢 我們需要有什麼呢 第一 我們需要裡面有神的話 跟我一起說神的話 神的話就是真理 在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節 所以凡聽見我這些話又遵行的 就像聰明的人怎麼樣 把自己的房子蓋在磐石上 如果今天我們的婚姻裡面 我們遇到很多的問題 我們懂得運用神的話語 來彼此的 來彼此的經營 甚至彼此的去鼓勵對方的話 妳就像什麼 聰明的人 把房子 把你們的婚姻蓋在什麼 磐石上 而不是蓋在沙土上 所以你們夫妻兩個 或者是你們在婚姻裡面 跟孩子也好 要每一天要有什麼 一起讀經 靈修 親近神的時間 凡事怎麼樣都要禱告 尋求神 在困境的時候 鼓勵配偶 侍奉神和愛神 不要看到對方很冷淡了 就讓他冷淡啊 不管我的事 他冷淡也代表你冷淡 因為你們是一體的 所以按照神的話語 然後靠著聖靈的能力 去經營你們的婚姻 就會發覺你們的婚姻 就建立在很穩固的磐石上 即使很多的風吹雨打 即使很多的困苦 臨到你的婚姻家庭裡面 都不會被打倒 因為有神的話語 成為你們的磐石 成為你們的根基 Amen 所以我們要常常去讀神的話語 而且不是說我結婚了我才來讀 No 你現在是單身 你就要在小組裡面開始的操念 你要開始常常的去記住神的話語 你知道當可能兩夫妻在爭吵的時候 你不可能說 等一等我先去看神的話語 然後我們一起禱告 太遲了 OK 因為大家都在怒氣當中 但是如果你常常有神的話語 來自論你的話 你會發覺兩夫妻就不會什麼 就會發覺可能 兩個人喊怒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句經文 不可喊怒到日落 所以兩個人就怎麼樣 好啦 我們兩個人來談一談 多麼不願意 都要去談一談 所以你看 有神的話語 在你的婚姻裡面 是多麼的美好 Amen 那第二 我們的在主裡面的婚姻經營 需要有什麼呢 需要有 跟我一起說 愛 Love 愛 OK 愛 愛很容易對不對 說起來很容易 我愛你 但是你會發覺 愛是一個真的不簡單 不容易學的功課 神怎麼來看愛呢 讓我們來看哥林多前書 十三章四到八節 愛的真諦 這句 這個經文呢 我非常喜歡 因為呢 很多時候他成為我 很多時候 不管是服事也好 夫妻關係 孩子關係都好 成為我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讓我們來一起讀這個經文 從十三章四到八節 來我們一起來念好不好 一二三 很久忍耐 又有恩詞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義 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盼望 愛是永不仔細 好 當你讀完這個經文的時候 你發覺你做了多少樣 第一 愛是恒久忍耐 可能很多人都說 最難做的對不對 當對方可愛的時候我就可以 但是當對方不可愛的時候 還叫我忍耐嗎 但是這裡講到什麼 愛是恒久忍耐 因為這是最主要的 所以美滿的婚姻 更是需要你們不斷從神那裡 不單止你自己要學習愛 你要從神那裡去自取愛 一個捨己的愛 一個從神裡面去得著的愛 你要知道神是愛 神願意將祂滿滿的愛給予我們 雖然說到我們在婚姻裡面 我們真的覺得說 神啊我愛得很辛苦 回到神的裡面 在神的裡面呢 學習說什麼 神你給我更多 從神你那裡的愛 幫助我去更多的愛配偶 愛我的家庭 來滿足對方 你要知道 基督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麼樣的相愛 如果把耶穌基督 放在你們的婚姻生活的核心裡面 你們才能夠得到最大的幸福 喜樂和滿足 Amen 那敬拜團可以上來了 那最後 最後 在主裡的婚姻裡面呢 我們需要有什麼呢 在主裡面的婚姻呢 我們除了要 剛才我們講到什麼 要神的話 要有愛 最主要的 我們要怎麼樣 夫妻兩個要有共同的意向 一起的服侍神 你要知道 神不期待當我們兩個人 或者是我們有了孩子 我們就不愛 我們就不服侍神 我們就離開教會 這不是神給我們婚姻的目的 今天我們要知道 當我們在尋找伴侶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找什麼呢 共同意向 同心服侍神的弟兄或者是姐妹 在阿摩斯書三章三節裡面說什麼呢 他說二人若不同心 豈能同行呢 如果兩個人 他不能夠同心的話 那你怎麼同行呢 可能你說今天我要去這裡 我要做這樣東西 但是他還說 我不喜歡我要做那個東西 而且如果兩個人的意向都不一樣 那怎麼同行呢 就好像很多人會問我 他說小燕姐 我可不可以找非基督徒啊 我可不可以 因為教會看的看完啊 選的選完啊 我還是覺得外面的好一點 我不是反對 但是我們真的看見太多的例子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這樣的堅守 在神的裡面 很多人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就離開了教會 就離開了神當初給他的託付和使命 沒有一個是可以真的到最後堅持到底的愛神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要同心 我們要一起的服侍神 有同樣的意向 約束雅記24章15節 約束雅說什麼 他說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都要是否耶和華 一起的服侍呢 能夠讓我們家庭能夠使 使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婚姻 成為什麼 多人的祝福 當我們一家人來服侍神的時候 我們會看見什麼 我們的家庭能夠祝福幫助更多的人 就好像在《使徒行傳》18章裡面 那一個雅居拉和百姬拉一樣 他們這對夫婦非常的奇妙 保羅的其中很多的同工 都沒有提及到夫婦 但是這兩個人呢 保羅說提在他們的 他的服侍的這個的過程裡面 他說他們非常的同心 他們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成全 並且一起的愛神 愛神給他們牧羊的仆人 愛祂的教會 到今天為止 還能夠成為什麼呢 在聖經裡面一個多人的祝福 今天你的選擇是什麼 第二 一起服侍 能夠帶來喜樂的生命 當夫妻倆 當一家人一起服侍的時候 你會發覺 很多時候有很多共同的話題 例如說 哇我們一起去M4G 哇我服侍Asher 你服侍這個 然後你們發覺你們坐下來的時候 哇好享受啊 你知道嗎 那天我們在愛服侍 哇很好笑 很多的話題可以談 所以你會發覺 當你一起的服侍神的時候呢 你會把很多的眼光呢 不會只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會兩個人會共同建立 同樣的目標 你會了解他 喔為什麼你有這樣的困難 他也會了解你 喔是喔你有這樣的困難 大家就能夠彼此的了解 那第三 一起的服侍呢 帶來神的祝福和保護 而且讓你的人生更有價值 你更能夠在神的裡面 發揮你的恩赤 而不會只是 常常只是建立到你們兩個人 在工作上面的事業而已 所以要知道結了婚 上帝仍然要使用我們 不是說結了婚 上帝不使用我們 不 你知道夫妻的整個的配搭 比單身的 如果兩個人同性的話 可能比單身的服侍更強 因為二人總比什麼 一人好 所以今天我們的婚姻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呢 在主裡面的婚姻 我們需要有神的話 我們需要有愛 我們需要一同的 有同樣的意向 一起來服侍神 那你會發覺說什麼呢 你的婚姻是幸福 是美滿的 Amen Amen 好不好 讓我們來唱這首歌 我從來不成懷疑過 到底你有多麼愛我 我生命裡的每一分鐘 都有你看顧著我 有的時候黑暗領導 有的時候巨浪狂風 我心依然滿有平安 因為有你看顧我 我的主 不管前面道路 有多困苦 耶穌你永遠是我的幫助 只要用你在我生命中 永遠看顧我 我並能一路 又跟隨我的主 兄姐妹 我知道今天晚上 可能每一個人 你都帶著不同的觀點 來看婚姻 但是我知道今天晚上 神要對這裡的一些人來說話 你知道嗎 在我還沒有進入婚姻之前 我對婚姻是非常的恐懼 而且非常的消極 因為呢 一些在我的原生家庭的影響 甚至我的朋友的影響 我記得我曾經許下一個誓言 我跟上帝說 上帝天下的男人都是壞的 我說天下男人都是一樣壞 所以我不要結婚 我不要進入到婚姻裡面 因為我知道我會受傷害 我很清楚我跟上帝做了這個誓言 但你知道嗎 我感恩的是上帝 他改變了我 當我願意把自己的戀愛 婚姻重新交在神的手裡面的時候 上帝重新的幫助我 從錯誤的婚姻觀裡面 進入到他給我正確的婚姻價值觀 我記得當我開始 為我的婚姻戀愛禱告的時候 我跟神求了兩個很重要的條件 第一 我跟神求 神我未來的伴侶 他一定要非常的愛妳 因為我知道如果他愛妳的話 他就懂得愛我 他也懂得愛我的家庭 第二 我跟上帝求了 就是剛才我說的 上帝我的未來伴侶 他一定要跟我同樣的一個意向 同樣的來服侍妳 這樣我才能夠跟他同行同行 今天在座的還沒有結婚的單身男女 我要來對你們說 你們有為你們的婚姻來禱告嗎 你們有為你們的婚姻來交託給神嗎 你有把神放在你尋求伴侶的一個首要的條件嗎 你知道嗎 上帝渴望看見他每一個兒女 都在婚姻的幸福和美滿裡面 但是撒旦很多時候 他就偷切殺害毀壞我們很多在思想上面 對婚姻的價值觀 但我們必須今天晚上 我們要讓神成為我們選擇伴侶的什麼呢 忠心 我感恩今天因為我開始在尋找伴侶的時候 我就懂得讓神來引導我 所以今天我看見我的婚姻 充滿著神的豐盛和祝福 今天晚上 我期待在座的每一個的單身男女呢 一樣的 把你的婚姻交給神 那你會發覺 你的婚姻充滿著神的豐盛和恩典 好不好這時候 我邀請所有還沒有結婚的單身男女 你從你的位置上面站立起來 我很渴望今天晚上 我很渴望為你們來禱告 因為我真的看見太多很多愛神 服侍神在教會很火熱的 但是當他們一面對戀愛婚姻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你知道嗎 沒有人教導我們怎麼樣談戀愛 沒有人教導我們怎麼樣去建立一個 美滿的婚姻和戀愛 但是你知道嗎 最好的老師不是我們 最好的老師是上帝 上帝會帶領你的婚姻 上帝會引導你的婚姻 上帝會帶領你從現在 可能開始選擇伴侶的時候 你就開始禱告 不要害羞 不要聽到朋友人家告訴你說 蛤 你為你的伴侶禱啊 好笑你 No 你要開始為你的終生伴侶來禱告 甚至你知道嗎 當時候我禱告的時候 我是怎麼禱告 我就開始為她的工作 雖然我不知道那時候很進口是我的丈夫 但是我就開始為她的事業來禱告 我開始為著我們兩個人的屬靈生命來禱告 我就開始為著呢 以後我們的家庭來禱告 因為我知道婚姻生活 是我很重要的一生的選擇 所以今天我感恩 因為我當時候 我把我的婚姻交在父神的手裡面 我相信神怎麼樣祝福我 今天晚上神也要祝福我們在當中的 所有的誕生男女 好不好我們都舉起我們的手 我們舉起我們的手 我們舉起我們的手 閉上我們的眼睛 閉上我們的眼睛 哈利路亞 使得出 使得出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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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出 哈利路亞 使得出 哈利路亞 主啊 你看見 這裡很多在你面前的孩子們 神你認識他們 主啊 你知道他們的過去 他們的現在甚至他們的未來 神你說過婚姻 人人都當看中 神你看中我們每一個人的婚姻 神你也期待我們的婚姻 是在你的祝福和你的豐盛裡面 神那孩子今天晚上 拿著神你給孩子天上地下的權柄 為著這裡每一個舉手的 這些的孩子們來禱告 主啊 是的主啊 你賜給他們一個最合適他們的伴侶 是能夠幫助他們屬靈生命成長的伴侶 是跟他們可以一生同心同行的伴侶 是能夠呢 跟他們一起建造美滿婚姻的伴侶 我奉耶穌的名字 一切偷竊殺害毀壞 在他們的婚姻觀裡面的 不管是原生家庭還是他們的朋友 甚至在他們整個戀愛過程 造成他們害怕消極苦毒的 這一切都要離開他們 主啊 你的豐盛祢的祝福 現在就臨到他們的身上 我宣告在當中的每一個弟兄姊妹 他們都要尋找到 神你為他們所配合的 最好的這個的終生伴侶 因為神你配合的人不能分開 所以我謝謝你 我這樣地宣告 我相信事情就要這樣地來成就 旁邊是的 繼續地保持佔領 把所有的人都佔領起來 不管是你已經結婚了 你也佔領起來 我們一起來讚美神 我們一起來敬拜神 我們求神今天晚上 主要改變我們對婚姻的觀念 幫助我們在神的當中 建立一個殊聖 套生喜悅的婚姻觀 Hallelujah 火瓶的迷路 勇敢隨我的組織 不管前面道路 你有多困苦 耶穌你永遠 是我的幫助 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永遠看顧 火瓶的迷路 再次的跟神風 社會的活動告 需要由你來帶領 Hallelujah 我關前面的路 你有多關顧人 耶穌你永遠 是我的幫助 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永遠看顧 火瓶的迷路 勇敢隨我的組 在我們當中 可能你的婚姻 你面對了很多的困難 你說小燕 我知道今天你分享的 可是太遲了 我已經在痛苦的婚姻裡面 我的婚姻充滿了很多的苦毒 我沒有辦法 原諒我的另外一半 我不知道怎麼做 你要知道上帝愛你 上帝在聖經裡頭告訴我們 不要怕 只要信 我們要相信 在神是沒有難成的事情 上帝要医治你的婚姻 上帝要医治 恢復你家庭的幸福快樂 只要今天晚上 你願意把你的婚姻 交在神的手裡面 你讓他來引導你 你要相信你的婚姻 跟你一樣會經歷改變 經歷神的意志 及恢復 在我們當中 我知道有一些的婚姻 你們心裡面是充滿了苦毒 你覺得說 神啊 我不能夠原諒對方 你知道嗎 當你願意放下 上帝要賜給你一個全新的開始 上帝要賜給你一個美滿的婚姻 給神給你自己一個機會 放下你的怨恨和苦毒 讓上帝來引導你 你要知道 在神是沒有難成的事情 當然在我們當中和你說 小燕 我沒有在婚姻裡面 但是我看到我的父母親的婚姻 充滿了苦毒 充滿了傷害 他們還沒有信主 我應該怎麼辦 你知道嗎 上帝愛我們 上帝也愛我們的家人 今天 雖然我的原生家庭 有帶給我一些在婚姻上面的 很多錯誤的觀念 但是當我放下 當我願意為他們來禱告的時候 我看見上帝怎麼樣抑制我的婚姻觀 我看見上帝怎麼樣恢復我的家庭 讓我的父母親 重新恢復愛的關係 讓我的婚姻觀 從新被改變 弟兄姊妹 讚神是沒有難成的事情 好不好 當我們等下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到台前 我們要為你禱告 我們要一起的來鼓勵你 來為你來禱告 來讓神的愛來幫助你 你要相信 讚神是沒有難成的事情 在我們當中今天晚上 第一次和第二次來的新朋友 耶穌愛你 我相信今天晚上你來到這裡 不是偶然的 神在你的生命 在你的家庭 甚至今天所分享的信心 我相信 上帝也要告訴你說 祂愛你 祂要祝福你 所以如果今天晚上 你是第一次第二次來的 我歡迎你 等下當我們唱歌的時候 你從你的位置上 抬到前面 你要知道 相信耶穌不是不幸 是一生人最大的榮幸 有了耶穌是你一生人最美的祝福 有了耶穌在你的生命 在你的家庭裡面 你要相信 耶穌會帶領你的家庭 你的生命 盡力無數的改變 盡力無數的豐盛 所以不要再等了 今天就是這個好機會 你來到這裡 我鼓勵你 來到台前 來相信這耶穌 來接受祂成為你個人的救主 如果今天你帶你的新朋友來 我也鼓勵你 邀請你旁邊的那個新朋友 跟他陪伴他 一起來到台前 我相信 今天 他和你都要得到這個祝福 好不好 讓我們可以來到台前 Hallelujah 是 從來不成懷疑過 到底你有多麼愛我 如果你的家庭 你的婚姻 需要上帝來幫助你 你需要上帝來修復 你知道說神啊 靠我已經沒有力量了 但是你要相信 今天上帝愛你 上帝要帶領你 進入到祂的風聲 緊張你要修復 要抑制你的家庭 緊張你要修復 要抑制你的家庭 我虛應依然 難有平安 因為有平安 祝我 我的主 是的主啊 不管前面的道路 所有兩邊的弟兄姊妹 讓你的心來仰望神 今天神要抑制你的家庭 要改變你對婚姻的觀念 讓我們一起的來禱告 Hallelujah 是的主 Kurabasharabarabarayana Oh 耶穌 迎著他們 祝福他們 Kurabasharabarabarayana 望遠的一路 永遠追我的主 好不好 祷告同工 開始地為著他們 來祷告 Hallelujah 是的主啊 一切晚上 祝你親自來做恢復 改變的工作 在他們的當中 主啊一切破碎的關係 一切不討生喜悦的 一切在神的裡面 都讓德藏改變了恢復 是的主啊 因為你愛他們 神要求你來恢復他們 Hallelujah 是的主 Kurabasharabarayana Kurabasharabarayana Oh 是的主 祝我們愛你 Kurabasharabarayana Kurabasharabarayana 是的耶穌 你永遠是我們的幫助 你永遠是我的幫助 只要有你愛我 只要有你愛我 神裡頭永遠 愛你 Kurabasharabarayana Kurabasharab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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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多給他們一個掌聲 你知道嗎 今天你這個決定 不單只是你為你自己一個人做 也為你整個家庭來做 接受耶穌成為你一個人的救主 是你一生當中最美的祝福 Amen 好不好我們都閉上我們的眼睛 我講一句 你就跟我講一句 OK 這個禱告非常的簡單 就是接受耶穌 進入到你的心裡面 成為你一個人的救主 好不好我們都閉上眼睛 我禱告一句 你就跟著我禱告一句 來 親愛的耶穌 親愛的耶穌 我心裡面 我心裡面 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開心 因為今天晚上 因為今天晚上 我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我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就是接受你 就是接受你 成為我個人的救主 成為我個人的救主 主耶穌 主耶穌 原諒我 在我之前 在我之前 我不認識你 我不認識你 但是今天晚上 但是今天晚上 謝謝你 謝謝 把我帶來這裡 把我帶來這裡 來認識你 來認識你 決書 我決定 我決定 我一生 都要跟隨你 都要跟隨你 都要走在 都要走在 神的道路裡面 神的道路裡面 決書 我願意 我願意 接受你 成為 成為 我個人的救主 就是一過 全變成新的 全變成新的 我相信 我的未來 要充滿 要充滿 上帝的帶領 上帝的 上帝的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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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穌的名 祷告 Amen Hallelujah 好不好 我們都舉起手 我們為他們來祷告 主啊 是的 祝福這裡的 每一個新朋友 是的 主啊 你保守他們 是的 主啊 你帶領他們 神讓他們的生命 要進入到神你的豐盛 是的 主啊 你看見 主啊 他們的生命 今天他們願意來到你的面前 主啊 是的 主啊 求你呢 來祝福他們 讓他們的生命呢 走在神你的豐盛 不管他們的家庭 他們的生命 他們的 主啊 未來的道路 有學業 主啊 都要在神你的祝福和帶領當中 神我們謝謝你 這樣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Amen Amen Hallelujah 我們再次把最大的掌聲 對給我們的神 Hallelujah 我們宣告 神就是我們最大的幫助 Hallelujah 是的 Hallelujah 不管前面道路 你要多困惑 約束 你永遠是我的道路 不管前面道路 你要多困惑 耶穌 你永遠是我的道路 只要有你在我神明中 永遠看路 我被担心,我被担心,我被担心